從城區到教區再到鄉村小鎮 美國全國的聖體朝聖之旅 繼續為美國多個地方帶來活力 聖體朝聖之旅甚至到達 內部拉斯加州的松茉田 不包括林肯教區的五個不同城鎮 這個區的主教表示 聖體朝聖之旅為当地帶來了持久的影響 在我的教區的小鎮和村莊 所有人包括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 都出來看看探過究竟 所以這是一個複存的機會 向那些不是天主教徒的群眾 解釋我們在這裡做什麼 只是在霍羅拉多州 就有超過五千人聚集在丹佛市中心 參與聖體出遊 這是這個市幾十年來 規模最大的遊行之一 在俄亥俄州 聖體出遊 在一艘舊式的蒸氣船上進行 距途經斯托本維爾教區的 俄亥俄州河流 行駛30英里 到達幾個團體聚集的地點 這次朝聖之旅 帶著聖體穿越美國各地 共約6500英里的地方 然而隨著印第安納波利斯附近 四條路線將會在7月17日至21日 舉行全國聖體大會 聖體朝聖之旅也隨之結束